少年人从小学转到中学的时候 那一段年龄 是他在寻找自我的一段年龄 或者肯定自我的一个年龄 他们会自然的问 我到底是谁 然后怀疑可能神真的存在吗 基督真的能够救我吗 祂是我唯一的救主吗 这些等等的问题 可能特别是在华人家庭 我们都是那种田压师 有时候我们会压制青少年发问 你总而言之 你就是听我的 不要问这样多 信就好 那教会也是用惯这种的手法 从这种环境长大的青少年 他总有一个叛逆期 当他叛逆期来的时候 他就不听你这一套了 他甚至会看不起你 觉得你这些牧师传道 或者父母所信的 都是一套迷信的东西 就是用那种强权强迫我 跟着他们信 所以他们就开始反叛 这种强权强迫的东西 就是用那种强权强迫的东西 行不行 感谢观看